再來我們看一下歷史這一題 題目說ab4的集合 那這個是a集合條件 他說a的集合是x 然後呢範圍是x介於負荷到5之間 b這個集合呢 這個x範圍是介於x小於等於0 x大於等於3這個之間 然後第一小題說請問 a且b是多少 第二小題a或b多少 第三個a-bb-a分別多少 那這個題目怎麼算呢 其實很簡單 幹嘛你知道嗎 你畫數件就可以了 你只要畫數件答案就差不多出來了 好我們看一下數件吧 好這個是一個數件 好我們看第一個 我們先看a的部分 先看a的部分 好請問你a在哪裡 a題目說x是介於負荷到5之間對不對 所以來畫一下吧 這裡是負荷 負荷 這裡是5 所以這個區間呢都是誰 這個區間都是a吧 對不對 好 再換個顏色 b呢 b的話這個區南應該是小於等於0 所以0應該這邊吧 啊小於等於怎麼辦 往這邊吧 這邊吧 還有呢 大於等於3 3在這邊吧 就是0 就是3 對不對 會來齁 好我過去可以給你答案 好 所以我們看第一小題 什麼叫做a且b 指的是紅色的線跟藍色的線同時重疊 那指的是哪一塊 現在是這一塊 對不對 我現在框起來這塊的話 就是紅色跟藍色都重疊的部分 所以答案就是什麼 答案就是 A寫b的答案就應該是 怎麼寫 寫x 然後呢 x大於等於-2 小於等於0 還有呢 這裡有3跟5 x大於等於3 小於等於5 好 這才是寫的答案 第一小題 對嗎 可以啦齁 好 那第二小題呢 叫做a或b 我要a或b就很搞笑了 a或b怎麼寫 a或b a或b的意思是 只要有藍色 只要有紅色都可以 好你告訴我 資料線裡面呢 不是通通都有嗎 通通都是嘛 所以答案怎麼寫 答案就算寫 x 好注意喔 我們在這裡寫是x屬於r 這就可以了 這個意思是r是什麼 時數 時數的意思是說 無限多解釋 你隨便什麼寫都可以 這樣子 懂了齁 就是什麼都可以就對了 好 那當然也不用想講 什麼都可以啊 因為它有個虛數 欸我有學過虛數嗎 對不對 它的意思是說 時數都是我答案 那虛數不是 這樣子 好 那第三個呢 是什麼 a-b 什麼是a-b a-b的意思是 紅色的東西呢 把藍色拿掉 這個呢 打信號 這個比較難 因為你會寫錯 寫錯的原因 我告訴你答案 你寫什麼來 a-b 來請看一下 a-b的意思是 紅色的部分 把藍色拿掉 所以只剩誰 應該只剩中間這一塊吧 有看到嗎 原本這個負二大五是紅色的嘛 然後把藍色拿掉 藍色拿掉 那不是只剩這一塊而已嗎 對不對 所以答案怎麼寫呢 應該寫是x 然後怎麼辦 x大於0 小於3 好 有問題 要不要寫等於 這個重點 要不要寫等於 不要寫等於 為什麼 因為這個藍色包含等於0 我的意思是 不要藍色的嘛 所以反正等於 這個等 這裡怎麼辦 不能寫等於0 反過來講喔 如果y題目這邊寫是x小於0 x大於3 這裡就要寫等於0 因為他說我比0大 那我是把b拿掉嘛 那等於0 不辦法b 你反正就要寫 也就是說 當這邊有寫的時候 這裡就不能寫 這裡沒寫 這裡反正就要寫 這樣你懂嗎 大家要寫等於的時候 因為這個已經寫等於了嘛 所以這裡反正就不能寫 好 要小心 好 第四個呢 b-a怎麼樣 b-a b-a的是藍色裡面的怎樣 把紅色的呢 拿掉 所以只剩誰 只剩下這個部分嘛 我畫一下好了 只剩下這一些 我用綠色的線畫給你看 這個部分就是b-a的意思 就是 藍色的部分有沒有 把那個 欸 對不起 藍色的部分嘛 這個紅色 就是藍色的部分 這邊 把他畫掉 這是你的答案 所以答案怎麼寫呢 答案 這個很特別喔 就該講的 x 來 是不是應該比這個 還要更小 對不對 所以答案怎麼寫 答案應該是 x 小於 負二 又不是也等於 一樣不一樣 因為這是屬於紅色的部分 不要紅色的嘛 好還有呢 這個呢 往那邊跑 應該是x 小於 對不起 x 應該大於 五 這樣才對 會來齁 OK 好 這個也把他起來去